这里是燕子影评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 侍女的故事第二季 第四集 Other Women 在正式开始这集的介绍之前 欢迎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可以随时得到更新通知哦 上一集说到 Joan试图乘飞机逃走被抓住了 她先被锁在了红色中心 Lidia婶婶出现了 她要重认错 重回Fred和Serena的家 重新成为Alfred 经过了92天的逃亡 Joan还是要回到原点 Serena非常生气 她掐住了Joan的脖子 而Joan却显得无所畏惧 还是那句话 我的孩子安全了 你的孩子也安全了 Serena为即将诞生的婴儿 准备baby shower 而这场的baby shower 却非常有 极烈共会国的特色 妻子们都来了 Serena拿出了一条可笑的腰带 冒充自己在怀孕 Lidia婶婶把Serena和Joan的手放在了一起 这大约是说 妻子和侍女共为一体的意思 原本这样的场合 侍女是不允许说话的 但Joan还是忍不住要冒犯这些妻子们 她表示 我昨天晚上第一次感觉到了胎动 她也在偷偷和其他侍女打听情况 这些人都因为和Joan一起拒绝用石头砸死Jenny而受到了惩罚 新来的Alph Glenn被割掉了舌头 因为她说出了自己反对的意见 而Alph Robert手上 大片烧伤的疤痕 触目惊心 这些都让Joan感到自责 觉得是自己造成他们受罚 她还听说 Mayday销声匿迹了 而且不再肯帮助其他侍女逃亡 至于Fred 因为怀孕的侍女出逃这样的丑闻 而被同僚质疑 在吉列共和国 私生活当然是可以继续往上爬的阻碍 Lidia婶婶希望Joan和Serena达成和解 她是这个制度中心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尽职尽责 还会觉得这是为大家好 小说中和第一季的剧本中 似乎没有对Lidia婶婶背景的介绍 在这一季却展现了 她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她不会质疑这个制度 而是觉得任何的质疑反抗都是在破坏 如果大家都很顺从 这个制度就完美了 她对Serena解释说 Alfred很倔强 但那样的话 她的孩子也会很强壮 原著小说和上一季都曾提起过 吉列共和国成立之前 Serena是电视主播 歌手 女性保守运动的倡导者 活动人士 她还曾著书提倡 女性回归家庭 顺从丈夫 她的名言是 不要把女性的顺从当作弱点 她是吉列共和国 创建和运作的帮凶 但是现在 她被自己建立的政权 限制了一切权力 只能待在家里 而且她没有生育 但在吉列共和国 生育是女性存在的唯一价值 因此她必须允许 侍女住进家里 每个月和丈夫发生性关系 现在侍女怀孕了 Serena却更被内心的 嫉妒 屈辱所折磨 为了在精神上 彻底打败仲 令她服从 丽迪亚婶婶 把她带到了 绞死犯人的墙边 她还不断地强调说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你好啊 她指着 吊死的一个人 问仲 你认识她吗 她开车送面包 那是凹吗 尸体血迹斑斑 头上蒙了罩子 丽迪亚婶婶残忍地问 这是谁的错 是谁强迫她 犯下了这样的罪行 她还继续说 这个人的妻子成了侍女 孩子被送去了 更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她一辈子也见不到母亲了 这是谁的错 众几乎崩溃了 她喃喃地说 这都是她的错 并说 这是上帝给她的教训 回到家里 她跪下来 请求Fred和Serena原谅 希望他们能够 把她留下来 入夜 她重新躺进碧柜 发现 以前那个Alfred 刻下的字迹 已经被清理了 她回想起 丈夫Luc的前妻Annie 曾愤怒地指责她 破坏别人的婚姻 是当妇 直到她和Luc结婚 有了汗呢 Annie还曾经出现过 众开始崩溃了 这是我的错 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犯了很大的错误 自己却看不见 这一季 进一步地发展了角色 复杂多样 没有人可以预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而呼噜也在两星期前 就宣布 因为第二季 反应良好 会继续制作 侍女的故事第三季 第二天一大早 仲早早地起来 穿戴整齐 走出了院子 她看上去 有些异样 Nick看到她 悄声说 对不起 我是想尽力 帮你逃走的 Alfred头也没抬 回答说 谢谢上帝 带来的好天气 是的 这一刻 仲彻底地崩溃了 她对着镜头 不停地重复 谢谢这好天气 谢谢这好天气 感谢收看燕子影评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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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